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11月29号 明天应该最后一天了 本月的最后一天 今天录个什么东西呢 其实今天什么东西都不想录 什么东西都不想录 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不知道从哪天开始 我好像每天必须要录一个 我今天就在讲这个问题 我以前好像不是为了这样的 可能就是因为每天录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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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习惯了以后呢 感觉不录好像就断掉了 那这个就感觉是自己给自己上了一个枷锁 和我的初衷又不一致 以前录短视频说的兴致 后面录短视频呢 是因为推荐股票开户 对吧 为了有点盈利啊 后面录呢 就感觉就像上班一样了 每天必须要有 所以说人的思想的变化 就是不受你自己的控制的 那唯一好的是什么呢 你奋斗啊 你赚到足够 怎么说呢 财务自由的各个层次 比如说超市自由 你能够达到超市自由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不想做的时候 你就可以歇一歇 对吧 我现在就这状态 感觉 我今天没有什么好说的 你让我单纯的去说一点 啊 鸡汤类的东西啊 我可以说 但我更深思思觉得我这个东西说的是没有意义的 至少是用我同等人的眼光 如果从第三方来看我说的东西的话 没有意义 赢不起我的兴趣 唉 赢不起我的兴趣的时候就不要说呗 对吧 所以说 我现在还是要坚持那一天 就是说 我录短视频 必须说的是我想说的 最真实的东西 这个很重要 如果我真实的想法是 什么都不想说 那就应该不录 这才是一个 自媒体应该有的一个状态 对吧 那今天录都录了 就随便说一点 好吧 说一点你们喜欢的所谓的鸡汤类的东西吧 好像昨天我看了一些东西啊 因为我没事我也喜欢看别人的东西 能找到一个 就是我能够看得下去的一个主播的话是不多的 好多主播 几十万粉丝 那也不能说别人不对 对吧 就是我看不下去 什么叫成功吧 说几个词好吧 这个词好像用了很多 什么叫成功 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定义 用那个明子桃那些事的作者当年明月最后写的 一个人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完自己的一生 这就叫成功是吧 我不认为 我认为这叫幸运 谁不想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完自己的一生呢 只不过很多时候是没办法呀 对吧 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完自己的一生 那不叫幸运 那是什么呢 对吧 当然了 成功和幸运啊 应该来说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个人认为是密不可分的 因为成功有太多的幸运 幸运的因素在里面 我个人认为 其实政治百分之七十八十是幸运 百分之二十三十最多的是自己的所谓的努力吧 因为人一旦有了一个动力的话 所付出的努力 大家是大相径庭的 这就好比什么呢 这就好比我们抗战的时候 日本鬼子打进来 对吧 我们每个中国人 大多数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有一个 要把日本鬼子打出去的感觉 打出去的这个动力在 对吧 所以你在去往日本鬼子那里冲锋的时候 你都是想去杀了对方 这个冲锋的时候 你都是想躲避子弹 对吧 那么所付出的努力是一样的 是差不多的 那那个时候谁成功 谁不成功 谁能活下来 活到最后 看到解放 那是不是百分七十到八十是幸运 这个例子可能不合适 但是很多时候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 我们努力 就像我们每个在A股市场里面去奋斗的人 都是绞尽脑子想去赚钱 我相信没有人是不努力 没有几个人是不努力的 但最后真正能够长期的稳定的盈利的 有几个呢 对吧 那他们难道真的是 特别努力吗 我不认为是 更多的是幸运 是天赋 我相信是这样的 那这句话 不代表我让你们不努力 绝对不是 只不过努力是 所谓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 绝不是充分条件 然后我认为的努力 我认为的成功 更简单吧 有大成功 小成功 有微不足道的小小成功 我概括来 我理解的成功就是 你想做的事情 你做到了 这就成功 我今天想去吃一顿炸酱面 我知道了 这就成功啊 我今天想去某个网红店拔草 我拔到了 我去过了 这就成功啊 那还有怎么呢 只不过这件事情是 很容易做到 但它不代表它不是成功 对吧 你想做一件上市公司 最后上市了 只不过这件事情比较难 对吧 然后呢 成功呢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 定义的成功 是一定要赚到 某一定数额的钱 对吧 这个东西 每个人自己定义吧 还有一个词语蛮有意思的 就是什么叫智慧 啊 什么叫智慧啊 这个词 其实没什么好研究的 智慧这东西 你有 就有 啊 怎么的都有 你没有 基本上 怎么的都很难有 基本上是我 我个人认为 多去实践 多读书 实践和读书 缺一不可吧 那么怎么算是 有智慧的一个状态呢 我个人认为啊 就是你 发自内心的 可以让自己 可以让自己感觉到自己过得还不错 记住啊 是发自内心的 很坦白的 很帅的 让自己感觉到自己真心的过得还不错 同时又真心的不屑和任何人去辩解 这种状态就是有智慧的状态 啊 这是我认为的 我也努力再往这个方面去靠 啊 那是什么呢 你说这种东西对你们有用啊 没用啊 就今天前面说了那么多 不说一点东西 感觉好像 啥都没说 对吧 还有吗 说说大盘吧 感觉有点消极 对吧 大盘好了 我就反而劝你们 就是说 尽可能的少参与啊 赚了钱了 尽可能的唯一能够 有时操意义的一个方法 就是你赚了钱了 把这钱用掉 最好最好是买房 因为房子可以保持政治 其次是买车 可以提高你生活质量 在此就是旅游 吃喝玩乐 用掉 因为 99.999%的人 啊 你这轮牛市赚到钱了 你还会 缘分不动的 加倍的返还给市场的 一定的 相信我 一定的 当你 我 我自己 很喜欢一句话 也不是别人说的 是我自己觉得 当你进入这个市场 第一次 点 买入 确认的时候 你的钱已经没有了 已经被 再分配掉了 你明白吗 当你 点入 买入 确认的那一刹那 你每一次点买入 确认的那一刹那 你的钱已经没有了 已经不属于你的了 被市场再分配掉了 你拿到的 只是 连纸都不如的 虚拟的筹码 你如果每一次都能理解 你这个行为的本质的话 那可能会珍惜一点 可能会了解 这个市场的本质是什么 这个市场的本质 就是 资产 再分配 或者说是 货币再分配 就是把你的钱 丢到里面去 最后能拿出来多少 不知道 等明天 看 可能会多拿点出来 也可能少拿一点出来 你愿意拿出来就拿出来 不愿意拿出来 他就在那里 这就是这样一个市场 所以 你点入那一刻 你的钱已经扔到 这个蓄水池里面去了 这样去理解的话 可能会对你的 怎么说呢 稍微的有点警惕吧 但是没用 周一一开盘 一个高开 啥都忘了 是吧 很正常 其他要说什么呢 期待已经没什么好处了 今天也都十多分钟了 以后吧 反正 我要录什么东西 收盘可能还会 照常录一录 没有收盘 没有开盘 哎 想到怎么录什么吧 不用太在意自己 对吧 也不用太在意任何的规则 自媒体吧 就应该随心所欲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明天开盘 继续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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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